老花一开箱评论的第21期啊 这是呢 又再次挑战数千的一个花苗 呃 这个呢 就没有咱们说的那种 那个什么叫那个什么标 那叫什么标 我不知道他们那个叫什么标 反正就是有关部门给的那种标子了 这个没有 但是呢 发的是顺风快递啊 咱们接下来打开看一看这个杜江的苗形究竟怎么样 会不会翻车 呃 花了20块钱啊 价格也不高 由于这个有折扣方方面呗 包装的话就是比较简单和粗糙了 另外的话 从江苏到这边肯定是比较冷 也有一定冻伤的风险 好吧 送了两包这种 这种肥料啊 这个东西呢 肥料不是说不好 是也可以用 但是作用效果嘛 送的这个东西呢 就建议不要用了 也不要 你们也不要找 老是找一些个商家给给你送点东西 你别忘了羊毛粗在羊身上 你别总觉得你沾便宜了 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羊 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羊 就直播间的时候也是有的话 说 老花姨你也不送我点这个 我送一点还不简单啊 坑一呗 那就是啊 呃 稍微有一些点点的那种 有一小点点的这个 破损 但是不严重啊 就是开了大了这种花会有一点点 好吧 大家买花的时候呢 我建议大家买杜江花哈 今天呢 你买一个靠谱的 因为豆江花比较难养 这个我会在下期的详细的讲 因为大家买的时候呢 尽量买那种圆培圆土的 尤其是豆江花这种比较矫情的花会 好吧 你像他那种发过来以后呢 你你找他 你还不好找 他得说你自己换培换土换死的 是吧 你直接说你里面有没有带培最好的 就是什么东西都是在你们这 然后有没有什么保障的那种 是吧 你起码保障我多长时间 那种可以 那豆江花呢 收到以后 苗情还可以哈 不过这个价格呢 是20 20的话 中规中矩啊 咋能人家 卖20不可能挣20 是吧 综合得分的话 有80来分吧 也能给到个80分 绵绵强强85分也是能够 够得上的 是吧 然后我看一下这个 那个订单 就是一盆豆捐啊 就是普通的一盆比利时豆捐了 像这种也不算贵 20块钱也不算贵 好吧 苗情还可以 好了 打车也就到这了 这个开箱呢 简单就是做到这儿 下期的时候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豆江花的养护 不是老花一 养花最整一 下期再见 不见不是 拜拜 下期间说的 崛丰 下期间的崇拜 下期间给大家看看